太后猛地睁开眼睛 似乎是要在这宫殿里找到自己儿子的灵魂 她静静地看着夜宫 嘴唇微张 用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压抑说道 我不管是谁害的你 也不管是不是我选择的那个人害的你 可你已经死了 你明白吗 你已经死了 那什么都不重要了 是的 太后不是愚蠢的村头老妇人 接连数日来入京的所谓证据 并不能让她完全相信 自己那个并不怎么亲热的宫外孙子 会是次嫁的幕后黑手 她甚至在隐隐怀疑自己的女儿 自己其他几个孙子 在皇帝遇刺仪式中所起的作用 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皇帝的死亡 让这些人拥有了最美好的果实 可是怀疑无用 相信只是一种主观抉择 太后清楚 如果想让临终前的几年能够安心一些 她必须强迫自己相信 范贤就是真凶 太子必会成为明君 太后 长公主到了 一位老嬷嬷压低声音禀报道 太后无力地挥挥手 身着白色功夫的长公主李云锐 缓缓走进了寒光殿的正殿 对着太后款款意理 怯弱不堪 太后沉默了少许 又挥了挥手 整座宫中服饰的嬷嬷与宫女 赶紧退出正殿 将这片空旷冷清的殿雨 留给了这一对母女 太后看着自己女儿眼角的那抹泪痕 微微失神 半闪后说道 听说这几日 你以泪洗面 何苦如此自伤 人已经去了 我们再在这里 哭也没什么用处 长公主田静一笑 用一种平素理 在太后面前从来没有展现过的温和语气说道 母亲教训的是 然后她坐到了太后的身边 就像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那样 轻轻依偎着 太后沉默了片刻 说道 你那兄弟是个靠不住的家伙 陛下既然已经去了 得空的时候 你多来陪我说话话 是 母亲 太后用眼角余光望着自己的女儿 忽然皱了皱眉头 说道 试着说服一下哀家 关于安知的事情 长公主微微一正 似乎没有想到 母亲会如此直接地问出来 沉默半闪后说道 不明白母亲的意思 太后的眼光 渐渐寒冷了起来 迅疾却又淡了下去 和声说道 我只是需要一些 能够说服自己的事情 长公主低下头去 片刻后说道 范贤有理由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她的母亲是叶青梅 长公主抬起脸来 带着一丝淡淡的销索 看着自己的母亲 而且 她从来不认为自己性力 太后没有动怒 平静说道 继续 她在江南和北其人勾结 具体的东西 待日后茶茶自然清楚 长公主平静说道 另外 范贤与东夷成 也有些说不清道不明 最近这些日子 跟在她身边的那位年轻酒品高手 应该就是四顾剑的关门弟子 你是说那个王十三郎 太后说道 长公主的眉角微微皱了皱 似乎是没有想到 母亲原来对这些事情 也是如此清楚 低头硬道 是的 数月前 城前赴南照 一路上多成那个王十三郎照看 太后的眼神宁静了下来 如果她是范贤的人 那我看 安知这个孩子不错 太后继续缓缓说道 太子将王十三郎的事情 已经告诉了哀家 这位老人家叹了口气 几日来 太子一直大力为范贤分辨 紧就此点看来 城前这个孩子也不错 长公主点了点头 女儿也是这么认为 太后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女儿 陛下这几个儿子各有各的好处 哀家很是欣慰 所以 哀家不希望看着这几个晚辈 被你继续折腾 女儿明白您的意思 长公主平静硬道 从今往后 女儿一定安分守己 这几年来 陛下虽然有些执拧糊涂 但她毕竟是你哥哥 太后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 眼神里满是浓郁的悲哀与无奈 看着自己的女儿 许久说不出话来 长公主微微侧身 将自己美丽的脸颊 露在微暗的灯光之下 太后举起手掌 重重地一记耳光 打在了长公主的脸上 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长公主们哼一声 被打倒在地 唇角流出一丝鲜血 太后的胸膛急速地起伏着 许久之后 才渐渐平静下来 不清楚范贤是否已经对宫中的局势 有了一个最接近真相的判断 如果她清楚这一点 那么一定不会选择进入皇宫 当面对太后 陈述大东山的真相 并且交出陛下的亲笔书信 还有那枚玉玺 在这件震惊天下的大事当中 范贤必须承认 自己那位丈母娘所做的选择 是非常简单明了 而又有效果的规划 只要陛下死了 那么不论是朝臣还是太后 都会将那位越来越像国君的太子 作为第一选择 从名分出发 从稳定出发 都没有比太子更好的选择 而太子一旦登基 尘埃落定之后 范贤便只有想办法 去北齐吃软饭了 但眼下的问题是 范贤处于皇宫的控制之中 她的七七二人听闻 都已经被接入了宫中 她便是想去吃软饭 可也不可能把干饭丢了 老李家的女人们 果然是一个比一个恶毒 范贤一面在心里 附述着老婊子 这三个极有历史传承意味的字 一面借着黑夜的掩护 翻过一面高墙 轻轻地落在了轻轻的园中 这是一座大臣的府邸 虽然没有什么高手护卫 但是府中下人众多 来往官员不少 从院墙角一直走到书房 重伤未遇的范贤 觉得一阵心血激荡 险些露了行藏 在书房外境静听了话里面的动静 范贤用笛手撬开窗户 闪身而入 触目处一片血一般的白色布置 不由微微皱了皱眉头 然后一反身 扼住那位欲惊呼出声的大臣咽喉 凑到对方耳朵边 轻声说道 别叫 是我 那位被他制住的大臣 听到了他的声音 身子如遭雷击一阵 渐渐地却放松了下来 范贤警惕地看着他的双眼 将自己铁一般的手掌 拉离对方的咽喉 如果对方真的不顾性命 喊人来捉自己 以他眼下的状态 只怕真的很难活着逃出京都 这是一次赌博 不过范贤的人生就是一次大赌博 他的运气向来够好 那位大臣没有换人救命 反而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 看着范贤那张有些苍白的脸 似乎有些诧异 又有些意外的喜悦 书老头 别这样望着我 范贤确认了自己的判断正确 收回了匕首 坐到了书无的对面 是的 这时候他是在书府的书房内 几番盘算下来 范贤还是决定 先找这位未及人臣的大学士 因为满朝文武之中 他总觉得 只有庄默涵的这位学生 在人品道德上 最值得人信任 书无眼神复杂地看着他 忽然开口说道 三个问题 请讲 范贤正色硬道 陛下是不是死了 书无的声音有些颤抖 范贤沉默片刻 我离开大东山的时候 还没有死 不过 他想到了那个驾舟而来的人影 想到了隐匿在旁的四顾剑 想到了极有可能出手的大光头 皱眉说道 应该是死了 书无叹了一口气 久久没有说什么 谁是主谋 书无看着他的眼睛 范贤指着自己的鼻子 说道 据军方和监察院的情报 应该是我 如果是你 你为什么还要回京都 书无摇摇头 如此丧心病狂 根本不服君之心性 两个人都沉默了下来 范贤忽然开口说道 我既然来找阁下 自然是有事要拜托阁下 何事 不能让太子登基 范贤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说道 书无的眉头皱后附松 压低声音说道 为什么 范贤的唇角扶起一丝淡淡的自嘲 因为 我相信书大学士不愿意看着一位 是傅士君的败类 坐上庆国的笼椅 满是俱敬 范贤站起身来 取出怀中贴身藏好的那封书信 轻声说道 书无皆知 书无心中一惊 跪于地上 双手颤抖接过那封书信 心中涌起大疑惑 心想 陛下如果已经归天 这旨意又是谁你的 但他在朝中多年 久职书阁之事 对于陛下的笔记语气无比熟悉 只看了封皮和封后的交代一眼 便知道是陛下亲笔 不由地激动起来 双眼里开始犯着失忆 范贤拆开信封 将信纸递给了书无 书无越看越惊 越看越怒 最后忍不住一拍身旁书桌 大骂道 狼子也 狼子也 范贤轻轻柔柔地扶住了他的手 没有让书大学士那一掌机在书桌之上 缓缓说道 这是陛下让我回京都前那夜 亲笔所修 我马上入宫 书无站起身来 一脸怒容掩之不住 我要面见太后 范贤摇了摇头 书无皱眉说道 虽然没有发丧 但是宫内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太子登基的事宜 事不宜迟 如果晚了 只怕什么都来不及了 范贤低头沉默片刻后 说道 这封御书 本是 写给太后看的 书无一惊 心想对啊 以范贤在京都的隐藏势力 和他自身的超强实力 就算功成此时封锁吉言 可是他也一定有办法进入皇宫 念见太后 有这封书信 和先前看过的那枚醒醒在身 太后一定会相信范贤的话 啊 书无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正正望着范贤 不可能 世上从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范贤的双眼里像是有鬼火在跳动 您是文臣 我则假假是皇族里的一份子 对于宫里那些贵人们的心思 我要看得更清楚一些 如果不是鸡蛋太后 我何至于今夜会冒险前来 他沉默片刻后说道 李氏皇朝 本身就是个有生命力的东西 他会自然地纠正身体的变形 从而保证整个皇族 占据着天下的控制权 保证自己的存续 在这个大前提下 什么都不重要 范贤看着书大学士平静说道 事情已经说透了 大学士您无论怎么选择都是正当 您可以当作我今天没有来过 书五也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之中 这位沁国大臣浑身上下在一瞬间变得苍老了起来 许久之后 他嘶哑着声音说道 小范大人既然来过了 而且老夫也知道了 自然不能当作你没有来过 范贤微微动容 老夫只是很好奇 虽然范尚书此时被软禁于府 可是您在朝中还有不少友朋 为何却选择老夫 而没有去见别人 比如陈院长 比如大皇子 书五的眼瞳里 散发着一股让人很舒服的光彩 微笑问道 范贤也笑了起来 说道 武力永远只是解决事情的最后方法 这件事情到最后 根本还是要付诸武力 但在动手之前 庆国需要讲讲道理 他平静说道 之所以会选择您来替陛下讲道理 原因很简单 因为您是读书人 范贤最后说道 我不是一个单纯的读书人 但我知道真正的读书人 应该是什么模样 比如您的老师庄穆涵先生 读书人是有骨头的 我便是要借先生您的骨头一用 我做的说道理 有骨头的读书人